如果說全世界最強大的武器 我說是無人飛機 你可以接受嗎 有可能 我們帶你來看到這一次 俄羅斯民族 他為了要打中國的無人飛機 他出動鎧甲飛彈 很瀟慘 怎麼打 打不中 其實你說打不到無人機 我還真的不會意外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其實無人機 他真的很難打 為什麼 因為通常你看這種無人機 當然你看到像美國的那種 大型的無人機 RQ-4 或是MQ-9等等 這些飛機比較大 但是其實現在絕大部分 大部分的這種無人機 它是屬於這種小型的這種無人機 這種小型無人機 像你看 他手上拿一個四軸的空拍機 他放上去 你要打他嗎 我跟你說 其實真的很難打 為什麼 真的不好打 為什麼 你看 他今天以鎧甲S1 這個地對空防空系統來看 它是一款彈泡合一的車 就是說它又有飛彈 又有炮 然後它的鎧甲的雷達 可以追蹤到50公里 但是50公里的時候 這時候你看 它這個無人機在天上飛 一個小小的無人機 在天上飛 你看它用機砲打 它用光電的瞄準設備來打它 結果你發現 怎麼打都打不到 因為鎧甲是連續發射的機砲彈 對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其實通常我們是過去 像打這種小的無人機 是要用多組的機砲 組成一個彈幕 然後讓這個飛行器 自己來撞一個彈幕 這麼耗費成本 對 但其實所以你說用機砲來打 是很耗費成本的 但是你說像這麼小的一個 空拍無人機對不對 它本身 你看它的直徑還不到1公尺 對不對 你看 它這樣的話頂多50來公分的樣子 它這樣飛上去 在空中飛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 它這個像一般而言 你這種機砲它打的時候對不對 它機砲它通常是用一個 感炸的隱性 也就是說它感受到你附近 有這種飛機或金屬的物體的時候 它會就是有這種 進發的隱性來讓它爆炸 但如果說今天這個東西太小 沒有辦法觸動它的進發隱性 怎麼辦 你就要靠足夠的彈藥量去 能夠達到它 所以你看它雖然瞄準了 但是你看它今天這個 它很能跑對不對 對 它很能跑 而且最早就太小 太小 所以你看像這次 像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開架S-1 它本身這個雷達射程 對不對 雷達搜索距離是50公里 以這種小型這種 我們講到野戰防空系統來講 很厲害了 然後你看它還有飛彈 它飛彈可以在20公里之內 看到什麼就打到什麼 但是你說要拿這個飛彈 來鎖這麼小的一個無人機 對不起 還真的很難辦到 它後來打了幾次打到 還是真的一直都沒拿到 後來是真的一直打一直打 還是有貓到 你看像這一次 我們講這個鎧甲 以色列之前上個月 7月的時候也發生一件事 就是他們在以色列 突然發現也有無人機 飛到他們的領土裡面來 這個時候怎麼辦 以色列就要開始攔截 結果以色列攔截 為了要攔截這個無人機你知道嗎 它居然還發射了 連愛國者防空飛彈 連愛國者防空飛彈都沒攔到 奇怪他們的邏輯思考怎麼了 明明是一個無人機而已 為什麼要拿那麼貴重的飛彈 去打他們 因為誰曉得這個無人機 上面會有什麼 搞不好如果的話 它今天上面有炭居熱病毒 或是這種什麼生化武器 到一個水庫掉下去了 也是 那就很麻煩了 所以你說這種無人機 以色列來講 只要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東西 侵入它的領空 所以它就會拚了老命要去把它打掉 所以你看光是一個 大概可能是像空拍機大小這樣飛機 或是甚至於你說 現在一般的小型部隊 作戰用這種小型的UAV 你說真的 像這種大飛彈戰鬥機 要能夠打到它 其實真的非常的困難 第一 它速度慢 速度慢的時候 雷達有時候不見得偵測得到 因為雷達在偵測的時候 往往是要靠一個物體的 移動的速度的產生的向量 像你很明顯的 我們空軍有一款飛機叫E2C 就是雷達預警機對不對 我們這個雷達預警機 它其實在設定的時候 它也會把 因為為了要避除雜訊的問題 所以它會把速度40里結以下 也就是大概70幾公里以下的這個東西 它就濾掉了 就說這個東西不是一個 真的威脅目標 所以你看這個同樣的 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F-16戰機去找它 F-16戰機它飛得那麼快 5、600里 也就是大概8、900公里 這個速度飛過去 它本身的這個機上的雷達 也是要靠目標的這個速度去做解算 再來還有一點 你這麼小一個飛機對不對 它的雷達反射截面機很小 對 撤不到有可能 對 也就不容易找到 所以就變成說你看 它那個用包刮像艾鍋子 你看鎖鎖鎖 好不容易鎖到 假設說好不容易鎖到 飛彈發射咻上去以後 飛到那個飛彈射到一半 它這個因為可能又有姿態的關係 然後這個訊號又沒有了 你這個飛彈是不是就 找不到目標打 所以最後飛彈燃料耗盡 然後砰掉到地面 然後結果飛彈掉到地上 碎片還打上了一個小女生 所以你看這種事情 你未來你如果說要使用這種 無人機的話 說真的 它其實真的是投資小 回收大 因為你看需要攔截 也就是譬如說你像以色列來講 它如果說戈蘭高地 這邊有個無人機這樣飛過來 以色列這個軍隊看到 有可能聽到聲音 有可能看到 你實際看到影像 對不起 那真的很小 所以它窮擊 所有能夠攔截的力量 包括愛國者 防空飛彈 F-16戰機上去攔 對不起 通通失敗 結果看著這架小無人機揚長而去 所以他們最後判定 這個小的空拍機 可能是誰放的你知道 是真主黨 因為真主黨長期以往 跟以色列在這個地區 有各種 對 各種的 有各種的武裝衝突 所以你看他來拍一下 邊界的這個狀況 然後飛回去 你怎麼打都打不到 所以你會覺得以色列很蠟 但其實說真的 面對像這種小型的無人機 其實還是要用電子反制的方式 就比如說 你要能夠快速的分析跟解算出 操控它的頻道 跟它的這個 對 其實你看像現在一般的 反制它 對 一般小型的這種 就是用來反制無人機的方式 都是它那種小型 如果說你看像這個 如果說今天是 我們的國慶大典 空拍機 也都有那種 未經許可的空拍機 飛進來怎麼辦 其實就有這種小型的 做得有點像雷射槍那樣 它其實本身就是 用一個頻率 去把你無線電腦 操控的頻率給它蓋台 把它攔截 凸凸就掉下來 對 其實就是用這樣一個方式 對付這種小型的無人機 可能比較有效的方法 還是要回到電子戰的這個方法 就是我蓋你的台 把你的台給蓋掉 讓你的飛機失控 然後掉下來 這個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但是這也有麻煩 就變成說你要建置 很多這樣的這種東西 然後而且碰到說 你要還能夠很激動的去攔截它 不過相對來說 反而我覺得 你畢竟你弄個 類似像這種 就是這種信號槍的方式對不對 蓋台信號槍來 去把它蓋台蓋掉 比那種發色愛國者要便宜多了吧